議程 那麻煩議程組這邊幫我切換一下簡報 那我們下一檔的議程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邀請其實在台南在地的三位不同 來自不同背景的 可以說是Maker嗎 還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Maker他其實是一個標籤 就例如說你是Maker 你才是Maker 你現在全家都是Maker 的一個概念就是 是不是Maker 或是對於Maker精神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其實想邀請我們台南這邊在地的社群夥伴 就是他們來自做的不同領域 然後做的是不同事情 然後皆對於是動手做 所以知道有一些交集和聯繫 那我們就還是先邀請我們的第一位講者 我們先請楊大哥好了 點兵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我們的楊大哥 大家好 其實 我應該跟 上下是哪 下一頁是這個 下一頁 對 上一頁就是紅外線 OKOK 我本身是學美術方面 所以其實在這個領域來講應該是跟大部分的 有電子網路背景的人不太一樣 那 其實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接觸到製造的這一塊 可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談就是說 因為我的標題是craft maker 那craft是工藝品 或是工藝的意思 那 這兩個字其實 它是一個單詞 但是中間加一個VS 就是說這兩個其實又是一個 相輔相成 但是又有一點不太一樣的那個意味 這是我的學經歷 那 我主要 主要的專長在玻璃工藝跟金屬工藝這一塊 本學是雕塑 那其實在 進入數位化機具之前 我使用的會是手工具跟電容工具 那 這之間可能電容工具會需要加一些字具 去讓它達到一些尺寸上的精準 那手工具當然就是很直接有雕刻刀 鋸子 或者說爆刀之類的 再往後 因為 為了需要以 數位的機具去製作 那我開始去接觸數位這塊 那 大概就是主要以向量圖為主 那其實這是我的鋸台 我的木工鋸台 藉由萬人的YouTube 然後 去找到 找到一個 鋸台的製作的 模式 那藉由它的設計去把它完成 把它執行出來 那這之間 其實就是完全的以手工具跟 剛剛提到的就是字具 字具加電容工具 所以它可以達到一些 角度上的變化 那加一些裸桿 那因為它等於是要畫一個半圓 那藉由字具去取出那樣的線條弧度 那完全都是木工 只有鋸子本身是 鋸子跟那個深處裸桿是金屬的這樣 抱歉 因為好像設定的問題 它其實 這邊我要放的是一個 車床的一個 可以夾住 盤面的一個 轉軸 那它其實是兩個 兩個圓 然後 前後面的那個 有螺旋的放射狀 那因為互選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夾住 不同直徑的盤面 那是為了做這件作品 那其實也是藉由 木工的路打 跟一個簡單的字具畫圓 那會接觸到 數位製造這一塊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契機 是因為 藉由這個案子 那這是一個整個牆面的一個裝置 那當初 我以前的工作模式 就完全是手工 完全是自己在做事情 可是 因為這個案子的需求 我必須藉由數位的製圖 然後 去請人家用CNC裁切 大塊的木板 大塊的板材 那當然後續上市安裝什麼 還是一樣是手工 可是 它就變成一個契機 我就是 畫了小圖 放大到需求的尺寸 然後藉由數位化的東西來製作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 我在教學過程當中 其實會需要做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立體的結構 那因為 會需要它每一個三兩面的一個 精準度 那因為這樣去學3D建模 那雖然 這個部分其實到最後我還是放棄 還是回到我用手工的方式去製作 因為其實 有很多方式可以達成的 只是說 那時候 台語在講的 小腳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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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還蠻大的一個 這邊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頭可以去安裝在這個上面 但是不管怎麼樣 如果今天我是單純的需要一個圓形的夾具的時候 那些都沒有我做這個好用 這是3D列印 那當然 除了說 除了說列印之外 我必須再做一些加工 因為它畢竟是夾具 所以其實在做完之後 在這個腳裡面 其實是有安裝 金屬腳 所以其實在 對我來說 我在運用這些東西 不會單純只是 印完我就直接用 我會去做一些改良 去更符合我的需求 那當然除了剛剛之外 像左邊這個 我有在製作一些金屬的咖啡濾杯 那上面會有一些熱條 如果有在喝手控咖啡應該知道 那這個是為了去 準確的去安排我的每一條線 那右邊這個是 在製作 這邊有一塊玻璃 那它其實是一個 燒製玻璃的模具的前製作業 那主要是 以前就是很 土砲 把布丁杯裁開 把它拼接在一起 到可以利用3D令去做複製 那這個是在課程上面 助習利用雷雕去切模子 那 3D令 雷射雕刻 那當然少不了CNC 那CNC其實一開始 是因為跟台南的那個胖地 合作一個數位擺公的案子 那右邊那個是一個 木頭的薄的 大概只有2mm厚的薄片 那上面再去做 刻痕 那個金屬是安裝在裡面 就是牽入在裡面的 那因為那個案子 我去到南方創業基地 他們有CNC機台 去做那個東西 那個是在那邊做的 然後咧 就在去年的雙十一 去買了這台東西 那當你有了小台 好玩之後 你當然就不會 只滿足於那個東西 所以開始研究CNC 這是 剛剛那隻小隻 刻出來的東西 呃 左邊是 單純木板 那右邊那個是 就是在金屬鑄造 的蠟型 好然後到最後 去深入去研究 好然後搞了 自己搞了一台大型的 那當然他 不能跟外面的金屬抽場去 金屬的那個 加工機具去做對比 可是對我來說 去弄出這樣的東西 可以讓我有很多工作 是可以省下我不少時間 工藝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用時間去換 那我必須用很多時間去製作 每一個小的零組件 或是說每一個部分 好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有CNC 可以做輔助 我可以其實可以省下很多時間 好那包含像 這是 這個是玻璃的那個 搖燒的盤 它其實是破浪狀 那為了製作這個破浪狀的模子 我在那個3D圖上面去發展出其他 好可以相對應的作品 好所以其實 那個盤子燒出來之後 再搭配那個木盤子 那就是一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組件 那以及就是 這是玻璃鑲 那玻璃鑲 因為它是立起來的 那早期就是 底下就是用金屬去做 好可是為了一個 坦白說就是 為了喝一杯牛奶洋頭牛 但是那個概念 所以其實 在 剛剛其實聽到有很多在講 Maker這件事 坦白說對我來講是很矛盾的 因為我一直是一個做東西的人 但是 我一直用傳統的方式 一直用很手工的方式在解決這些東西 那今天因為數位化的進步 因為資訊的流通 而造成我今天 會改用部分 用數位化的東西去執行 那這樣我還算不算是個Maker 還是說 那個都只是一個 不曉得各位是會把它放在一起還是會把它分成是兩個 很單純去講你是工藝家 你是Maker 可是坦白說 像剛剛有提到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在台南南部 有一個很有名的工藝叫 那我當時在做 這個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作品 是兩個木質類的東西去兜在一起 所以其實 我們是不是可以 把 對對工藝家來說 是不是可以 更 去接受多一點這樣的東西 讓你的製作更可以順利 或者說讓你的製作可以更 有更多的時間去做後續 譬如說我 兩個不一樣的木頭 相在一起之後 然後我有更多的時間去做雕刻 在前置作為這邊去取代 所以其實 我覺得Maker 應該說數位製造這一塊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 手工的東西 一樣要留著 時間有限 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感謝楊大哥的分享 那我們第二位的話 我們請就是 斯考特 來到我們台南分享 那斯考特本身背景是工程師 那他所做的專案是一個 開源益資的部分 那我們就也掌聲歡迎他 我打放下去沒關係 對 影片放下去 大家好 這是我們做的事情 我也幫我們主務介紹 因為主要 這裡可以坐 我說台語 因為平時我不是台南人 但是我嫁來台南 我沒有是台南人 我現在已經 入籍台南 在我台南 我們主要是在做3D列印的開源益資 所謂的open source的益資 或是我們做雞腳 雞手 要用數位製造的方式來做 像杜杜雄說的 Maker 你全家都Maker 你們白Maker 對 所以標籤打起來沒關係 對我來說 Maker這件事 沒有什麼界限 沒有什麼界限 主要你想要做 用你的方式來做 像杜杜雄大哥說的 CNC 都是新的工法 新的工藝 數位製造就是新的工藝 就是說我們現在用這個新的工藝 你改管我們生活中的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叫Maker 就是說 你跟你的應付 你用你的方式 你用你的辦法 改管你 生活中所主要的問題 這就是叫Maker 像我們現在大家做的這件事 我沒有什麼slide 只是拍片這樣而已 請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3D列印益資 我問一下 應該大家都沒有用過益資 應該沒有 大家都相當的幸運 但是在台灣 從事高風雪作業族群的人 他很容易受傷 然後他就被迫 他在工商之後 他就被迫要使用益資 我問一下 現在大家 都沒有看到那種國外 很尊敬的那種 益資都是以後的 盡頭可以當的 那介紹大家多少 你猜一下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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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手指頭可以動的 一百萬 一百萬很接近 還蠻有概念的 五根手指頭可以動的外機 你頭可以用你的肌肉去控制 一百五十萬台幣 只有虎客船長這樣手夾來夾來夾著 這樣子也是電動的 要大概多少錢 你猜一下 一半好了75 75 其實也很接近 但太高一點點 虎客船長這樣可以夾很可以夾的電動手 大概要四十萬台幣 但是做這些手啊 就是說 你看你四十萬 還有百五萬 你受傷的人 你都沒工作 你賺到一個保險金 可能 十幾萬二十幾萬 你覺得就去做這種手 沒辦法 所以很多人 選擇說他都沒穿雞手 他都沒穿了 沒穿這造成什麼問題 就是說 這些人 他是不是都要放棄他的人心嗎 還是說 他要去犧牲掉 他本來 應該有的那個生活的品質 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夥伴 就是覺得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在我們現在 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 沒照顧到這個 就是說 這個雞腳不雞手 雞腳太高了 他的使用方式也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就想說 剛好我就用數位製造方式 來改觀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做 這個3D鏈印抑制 3D鏈印抑制 就在大家看這裡 其實我們的 我們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關鍵技術 是電子抑制手 我們想做這個電子抑制手 3D鏈印抑制手 可以抑制一千塊美金 以後的價值 以後 以後 為什麼要頂到這個一千塊美金呢 因為在我們台灣 政府補助這個東西 最多 你腿腳腿手的 最多補助7萬 但是你做這個 你的手臂 像說你是肘關節離斷前 肘關節離斷前 但是你還有手肘 肘關節的話 這個成筒 我們就塞 成筒 最少就要8、9萬塊 兩年補助一次 兩年補一次 兩年補一次 你看你補多少 你最多 整支手沒去 補一萬 這樣敢會付錢 所以 這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說 這個人 這段人 說 他在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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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夢用的 勘用的啦 夢用的啦 可以用的啦 這樣啦 所以 所以我們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今天有 帶 做 台灣做的東西來 等一下 我們剛才在這裡說 說 Maker 到底什麼是Maker 對我來說 通常 你就是要 共好、共榮、共享 你要大家做得好 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的時候 我們社會的 這個 這個 和樂 就是可以 福利嘛 可以提升啦 這個國民的文化 水準就會拉高 然後 在先進國家 為什麼特別的去注重 這種 社會福祉 因為就是 共好、共榮、共享 這個概念 普及在 大家的公民 要有公民意識的提高 所以 第二點就是 共好、共榮、共享的 核心是什麼 就我來看 就是 Open Source 你把你的東西 做好水料 你把我就分享出來 像我們做的這個設計 都分享在 我們的官方網站面上 我們有做兩個版本 一個是 有燈的 一個是沒有燈的 因為 大家的 使用環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做 有燈的還是沒有燈的 例如說 你的生活中 你經常去發水 你就可以用燈的 還是說 你哪裡穿什麼 你比較難創燈 你就會用這個 比較簡單的 沒有燈的 你如果說 你哪裡市區 有 你就會用燈的 這樣 這一門的操作 我大家就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比較傳統的 說出來的方便 說 這是咱們的 咱們的 咱們的 咱們都想到 咱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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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 我說 要用 看不見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去練的女生 女生一直在脾身 所以你的材料、材質都一直有進步 像這樣我們都要用 不怕水、不怕水 就是用這樣就好 她碰到的東西很簡單 才是雕塵 她就去那裡 她就說老頭要她就沒手了 妳要去那裡就沒手 但是不是這樣 這條法 一般是說她的作秀 你知道嗎 我們就整個作秀 這條法會穿過她的身材 她的女生肩膀 她的肩膀是擋 這是傳統的控制方式 就是我擋你掌 我擋 這位就擋 這位控制方式很簡單 所有的方式是 如果做關節一轉 我就會擋在這裡 你擋擋彎曲 擋彎曲 這樣才簡單 好 如果傳統的控制方式 是 經過你的肩膀 要請八字尬 我們人 我們人的人性 就擋作 你越麻煩 他就越不想用 我們就說 這個就是人性化 所以我們的作法就是 在這裡也要親密 因為都要親密 我們都要親密 這樣才是 神力令一支手 大家看到 一支手 因為它很簡單 它完全 完全 只有一個控制方式 就是這樣 但是它必須塑膠 很多的 神話中 可以用到的東西 大家 慢慢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它的鏡頭 有一個自動指令的功能 就是 你看 我來去 你看 你看 所以我擋 因為是它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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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擋 你看 我擋 我擋 但是 這裡面有一個機構 它可以自動去適應 這一支受力的話 另外一支 就補足另外一支 空氣 自動適應的功能 這個在電子的上 電子室上的也有 我還有兩分鐘 呵呵 那我就來 讓大家看一下電子室的機 忍住的是怎樣 忍住的時候 這就是 我們有很多控制方案 這其中一種控制方案 就是 用紅外線的控制方式 來自一個紅外線生成 可以感受你肌肉的圍剿 無助振動 這不是很重要 是我們的手機 在外面有 外線生成其他部居 這樣靠近的 你們有沒有人會發肥 發肥 發肥的事情 但是 這就是 日本的廊藏都沒有 所以 主要 我們就是在蒸餅 這一個 這兩支 兩支 一支 所以 你們在國際上 蠻好美的 腳給的就有了 啟動的時候已經把握進去校正的肌肉 所以你這樣擋著擋著 再來 這是疾病 疾病就是我出力的時候它會打開 然後我放開的時候它就會回起來 如果像它這樣失控的話怎麼辦 它失去控制 你關掉再重開 然後再一樣校正 越南專門就可以了 人家會問我 你這支手這樣 大概多少錢 我每次都說 一千塊美金 都在負責 這全部都是台灣做的 因為我們就是 每顆贏台湾 每顆贏台灣 所以我今天介紹就到這裡 因為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看有人想問什麼問題 我們告一遍 還是我們都有最後一遍 好 那感謝 不好意思 拍桌公告咧 我在明天在黑波的時候 在三遍 有我的二十分鐘 分享 那裡有更詳細的介紹 就是還有一些偷影片 好 OK 謝謝 那感謝史考特的分享 那我們掌聲 那最後最後我們邀請的話 就是李清 他其實在在地推動台南維修咖啡館 用維修的手段來去勞動社群 那我們就歡迎他 嗨 你好 我是李清 我是 我看到那個 我是李清 我是台南製造協會的一個普通的會員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是 維修咖啡館 請問大家有聽過維修咖啡館的請舉手 OK好 有些是參與的 台南在地人是誰 在地的 OK好 那今天想介紹維修咖啡館 其實剛才你大概聽到一些些 因為Lyzen在說他們 桃園的製造協會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們在那邊修理東西 因為我也知道Scott 他會有時候家裡的電風聲壞掉 自己會3D列印一個零件去修理這個壞掉的器具 那維修咖啡館 其實它是一個傳球性的活動 現在全世界有超過2000個維修咖啡館 那台南的話是2018年的時候開始的 那我教理請你應該現在聽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我是個長得很像台灣人的美國人 我是從加州來的 那很有幸運的說 因為我參加了在美國的第一個維修咖啡館 它本來開始的時候是在荷蘭在2009年 那我們在美國是2012年做的第一個維修咖啡館 當時的話 我開始的時候其實只是想玩玩看 因為我可以幫忙平面設計 那做了以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我生命中蠻重要的事情 因為後來我很多好朋友都是從維修咖啡館裡面認識的 那認識很多好朋友 那我2018年來台灣 台南是因為去成大讀書研究院 來了以後呢很快對朋友告訴我 維修咖啡館這個概念不錯 我們可能也可以玩玩看 那來台灣以後呢 也是這樣子認識了好想工作師 那頭幾個月我們維修咖啡館所有的材料 都是在它那邊的放到他們的儲物櫃裡面 他們對這個理念也很支持 然後認識好想工作師Howard他們 這個是在他們同一棟台南創意文化園區 做的第二次的維修咖啡館 那當時你已經看到現在FabLab台南 胖地的朋友 有在裡面參與 玩得蠻開心的 2008年大家記得發生什麼事情嗎 2008 金融海嘯對不對 對 2009年的時候 在全世界好幾個地方 都開始有這種維修咖啡館的活動 在荷蘭有維修咖啡館 在加州有那個Fixit Clinic 還有在紐約也有 就是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同時都在想 我們是不是在消費的市場 消費的太多 把很好的東西都丟掉 那同時在2009就開始了這種活動 那這個是Martin Post 他開始維修咖啡館 然後他覺得就是試試看 他是一個剛第二小孩出生了 覺得地球的環境其實真的要改善一下 就開始了這個活動 可能他也想不到 第一年就是很快就有20個 維修咖啡館 那你看到在2010年的時候有500個 2012年的時候 然後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就在紐約時報它有報導 報導以後呢就是我們 在Pasdena開始了一個 然後在北加州也有另外一個開始 那我們開始以後很快就 我們的城市Pasdena 就給我們那個Green City Award 然後一直開始就很快很快就發展起來 然後2015年在洛杉磯時報也有報導 就到時候就聽到美國其他的地方 他會打電話給我們說 怎麼樣做這個很好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經驗嗎 他一開始發展就很快 我覺得應該就是說 其實社會上已經有這種需求 那還有就是社會上其實有很多Maker 或者在家裡已經在修理東西的人 他們只是差一個機會在聚在一塊 在做這個事情 全世界現在有超過2000個 這個大概的樣子 然後我想主要說一些就是 它是很好玩的活動 好像麥桑說的 它是以人作為重點 因為我們在有些咖啡館裡面 有三個小時有人免費幫你修一些東西 你本來要丟掉的一個器具 突然間可以再用了 那你的感覺是 好像信誕禮物 就三個小時這樣發生的時候 它的氣氛是非常好的 那後來就吸引大家來了一次 又再一次去參加 那當然它本身有環保 就是把一些本來要廢棄的東西 重新修起來的作用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發現就是說 當他們修理的時候 很多家長帶著小孩子 他們就會看 甚至大人也會看你們修理的過程 因為平常常常大家平常一常 是看不到這個動作 那對民眾來說 這個動作是蠻有吸引力的 同時當你看了以後 你又覺得 其實丟東西不是很 不應該是很正常的 修理東西才是一個正常的舉動 它有一個教育的作用 就是大家習慣了 其實我們不應該去浪費東西 另外一個蠻重要的就是說 做了以後 重複做了以後 我們發現維修咖啡丸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連結 連結Maker社群 跟社區的一個手段 因為我們已經去過 不同的建品裡 對月裡 主婦聯盟 台南社大 還有不同的地方 那其實Maker 或者是製造者 你們的技術 跟很多想法是很重要的 當時常常就說 其實大家沒有看到你們的存在 那我覺得當 大家去做維修咖啡館的時候 就很自然的 跟社區有了一個連結 那以後他們有一些需要的時候 他就想到 我們社區裡面有一些 非常厲害的人 可能有一個東西 我可以跟他去相量 去看看怎麼要做 那大家知道在台南 我們最近 今年是有口罩地圖 就是Maker 對這個社會的問題 有個解決的方案 另外就說 很重要 那你做Maker 你為什麼會有一個咖啡館 那我觀察到的是 他們其實很喜歡一個challenge 就是一個新的東西來 它怎麼打開螺絲 怎麼拆開 它每一個都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那我發現Maker 有很多時候就三個小時下來 其實他們還是玩得很開心 另外就是說 我們維修咖啡館做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個人 而是幾個人一起的 那集館上 你可能是已經很厲害 但是後來呢 你可以觀察到其他的人 他修理的東西 有什麼不同的手法 就在裡面每一次都可以進步 把自己的技術更進一步 第三就是說 我發現 美國那邊很多朋友 他是有些是在太空書工作 把那個roper放到木星的 那他們做的東西可能要十年才做完 但是你幫大家修一個大銅電鍋 那十五分鐘 修完以後呢 民眾就覺得 哇 很神奇 因為他會說 非常感謝你 就是那很直接的 民眾對你的技巧的欣賞 我覺得這樣也是 對Maker來說 一個蠻好玩的地方 其實我不是傳統上Maker 我是一個藝術 所以我對這些都是一些觀察 但是我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維修咖啡爾他的志工大概是一半 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 然後他可以參與的門檻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大家可以考慮再多的參與 因為這個就是可以把Maker社群 不同的男女啊 還有是不同的城市人 放在一塊 最後是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在12月20號 跟台南的普吉一燈會 那邊的普吉店有一個合作 那他2點到5點會有一個活動 那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來參加 這樣的話 因為他們那邊也是對那個在地的連結做得很好 當時會有很多當地的居民需要幫助 然後大家也可以在這裡 就是試一下很好玩的維修咖啡館 好就是這樣謝謝 好那接下來的時間就是我們就緊接著我們的綜合座談 那我們就請三位獎者 李青、Scott還有楊大哥來到我們的台前 那我們也是一樣就是 用SIDLE的方式去詢問 不過現在時間有限 我會做一個簡單的統整 那在 線上還沒有提問之前 我先 稍微跟三位就是想要問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剛剛有聽到就是一些簡單的分享 那就是三位其實是來自不同的背景 是工藝師、工程師和就是 維修咖啡館的推動者 那這些其實相對有一些重疊 就是都是一個動手做精神 和Maker的精神的推廣 那首先想先問大家兩個問題 那一個就是大家覺得什麼是Maker 就是大家對Maker的定義是什麼 或是說 你如果覺得你自己是一個Maker的角色 你可以 就再做更多哪些事情 那我們就先請三位先回答這個問題 那先請Scott說好 OK 其實很簡單 我自己的看法就 像楊道柔剛剛有說 其實現在是新的世代 用新的技術去做傳統工藝 所以這並不衝突 這也是Maker 那其實我最終的核心就是 什麼是Maker 就是你可以分享開源Open Source 這是我認為如果你有Open Source 你就是Maker 或是你願意把你所知道 你覺得好玩的美好的事情 交給其他人 你就是Maker 就是這樣很簡單 好那接下來請楊大哥 有部分衝突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在 數位機具的使用 對我而言是一個 我在工作上的一個方便性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 我要換便當錢的時候 我可以達到我的目的 我可以更多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那當然 關於開源的部分 坦白說 像剛剛有提到CNC 其實在 整個CNC的建構的時候 我也受到 龐滴那邊一些夥伴的幫助 那當然這個部分其實是 在 分享那個部分是沒有問題 對但是對我來講一個比較尷尬的點 跟大家比較有衝突就是說 我的目的最後還是必須去 維持我的生活 就是我必須用它去做作品 去換取我的一個 謀生的一個能力 但是對於如何去得到那樣的機構 其實那是可以分享 因為我畢竟 我畢竟 剛剛有提到 萬人的YouTube 其實 在 整個CNC的價格 我可能 除了說我本身 有辦法去動手 執行這件事情之外 對我來講最大的關卡 是在於 整個 軟體任體的建構 因為 為了這個東西 而去認識所謂的CNC的一個 一個控制軟體 那你如何去把那些東西 跟你的機械結構做整合 其實在這方面還真的是 得到很多open source這方面的忙 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部分是 歸那個 但是對我來講 我最終的目的還是 是一個 製作上面的一個便利 就是把 Maker當成技術 當成工具 對 我的界定會比較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李清 我覺得其實所有人 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 就是有Maker 因為你想200年之前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Maker 因為他們那時候 不可以就是商店去買一個東西 解決問題嘛 所有東西都要自己動手去做 所以我覺得那個定域 可以是非常的寬廣的 然後現在很幸運 有很多技術可以做 那對我自己來說 本來是藝術背景的 但我後來接觸了Maker之後 發現很好 因為如果你畫畫 或者說這設計的話 有時候會覺得有壓力 東西不敢拿出來給人家看 但是我覺得Maker的文化不一樣 就是我今天做的東西 就跟大家分享 那這樣子的文化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 然後比如說 後來我就學了面皮比較厚 我就說 我最近做的這個印章 是雷切記做出來的 每一次出去分享的時候 都給大家看一下 你現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而不是很害羞 因為大家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去更進步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我可以更多做那個 Do it with other 的一起 那對我自己做的事情 是很有幫助的 好 因為其實 欸 早上第一part 主要講的是 目前比較大方向 社群性的 大家各地的營運的狀況 那我們這一part 其實是比較針對個案性 就是說 邀請三位 就是他們的專題 他們的專案 或者說他們在做的事情 的一個分享 那剛才三位也提到說 其實Maker他們有各自的想法 那簡單總歸來說 一個是Maker文化 我覺得Maker文化是一個酷東西 就是 他既開源 然後又可以互相分享 那是過去 可能DIY無法接觸到的 世界 因為尤其就是 你自己可能悶著頭 去做一件事情 有時候可能就是 可能也是做得到 可能花很多時間 可是在Maker社群的架構之下 你可以去大量的接觸 或是跟別人互相交流 學習 那當然大家的目的性 也都不同 有些人是 對理想 然後有些人是工作 然後有些人是 可能自己的創作的項目 所以其他人 例如說產業啊 或者說 創作 或是公民科技 就是公民性的 一些相關的議題 那其實都是 我覺得Maker 其實就是非常多元的獨立 就像其實 寫軟體的程式碼也是一樣 你可以拿軟體去做一個專案 你可以拿軟體去開源 你可以拿軟體去做一個創作 那我覺得 Maker這部分 其實他們習慣 思考是用硬體做事 那現在台上有兩個問題 那主要有一個問題 是想問Scott 就是 開源和營利會不會衝突 就是Scott 其實過去在做 開源一支這件事情 那其實 也是 很多 就是事件和一些問題 那你這邊可以分享一下說 就是 關於開源和營利這件事 會不會有衝突 或是說 可能會破壞開源世界的一些想像 可以分享一下嗎 好了 好 在我們台灣 有人說 要賺錢 就是第一 買兵嘛 第二 第二做醫生 但是現在 第二是個醫生 你個醫生 你賺了很多錢 那做這個 開源一支 雞手一樣 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這是醫療產業 對 就是 其實這件事 要分兩個來看 你到底是想賺錢 還是想做事 好 我 我這邊是 這個沒電 我這邊 我這邊 我這邊是說 沒要賺錢 要做事 但是 其實這個 題目很長的 在這個五分鐘裡面 沒辦法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開源跟營利一定會衝突 但是有專利這個東西 還有智慧財產權 跟著作權法這個東西 開源並不是 我隨便都給你 其實開源也有它的規則 就是CC創用 或是其他的 最重要是 開源也有江湖 不是規矩的 不是說我什麼要都給你 你跟我要我就給你 在社會生 社會生 你走條就是大家要給他 開源也是一樣 你要有相當的貢獻 我才會跟你掏心掏肺 你都沒有貢獻 純粹一直拿 我怎麼會理你呢 所以 就算我們自己的開源 你去官方網上能開源 你不會看到最新的開源 一定是 我的技術已經領先了前面一年 我才把落後一年的技術開源出來 這是我的做法 因為我要保護我自己 因為我們有被其他單位攻擊過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我們開源一支 台灣生有開源一支 並沒有要做商業行為 我們就是一個社會互助會 我提供的技術 使用者就是一直需求的自己買材料過來 然後我們一起把它製造出來 我們是一個協作的概念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真的 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賺錢 所以 這後面的部分 我可能沒辦法很明確的去解釋這件事情 但是 目前我的做法就是這樣 就是 開源的話 我也不是 直接就開源出來 就是有一些規矩在的 謝謝 開源的世界其實很多 那當然也是有一些 自己商業性的考量 那當然也不會叫你說 例如說 把你的身家全部開源出去 那你自己賺什麼 那當然 我們在做Maker之間 還是要顧巴豆 對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開源和營利就是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權衡的關係 那好 楊大哥 我其實補一句話 就是說 我 我不想 應該這樣講 其實 那個其實剛剛有提到 就是牽扯版權的問題 對 怎麼樣去尊重一個版權 我覺得是大家要比較重視的議題 那包含在教育跟 平常互相之間的提醒 因為 坦白說 我自己遇到的問題會是說 我今天可能丟了一件作品 那可能那個作品本身 製作方式 並不難 但是可能沒多久就發現 欸 那誰做了 而且拿出來賣錢 對 我相信這個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爭解點 大家對版權上的尊重 那我今天當然不會因為說 有人做跟我一樣的東西 我去告他去幹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製作權這件事情 我不可能每做一件新的東西 就去申請 嗯 那其實 也是一個尊重 對 對 所以 坦白說 以前啊 我對開源這件事情也是 有點 畏縮 因為 畢竟他在 東方世界 太可怕了 欸 就是很容易就是 對 對 這其實是一個 開源文化的一個推廣 不管是 GNV過去所推動的軟體 或者是 我們硬體界其實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但其實 我們創用CC來說 它其實本身也就是一個 互相尊重的版權的概念 我今天不是說 啊 你已經有創用CC 我就給他亂搞 拿去營利那些 那你沒有看裡面的條款 其實 是就是 很不行的 我們這個東西其實 有點像是 不成文的規定 可是要互相的遵守 那有關 創用CC的部分 我們今天Maker 下午有一場 有Rocker那邊所 講的一個 創用CC的一些 探討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 公上一下 就是下午也有 這樣子一part的議程 可以供大家 去做一個參考 那好 那就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 欸 在座三位 應該都有 大家都是從零基礎開始吧 總不可能今天我生下來就是說 我是Arduino神手 那個 寫Java三段之類的 就是大家一定是從頭學習起來 只是本科和非本科生之前 可能會 非本科生會覺得說 欸 這個過去我是不是有段距離 或是說 啊 我一個文科生物 那Maker技術很高深 就 我不會這樣子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在我們這邊很多社群 都是有 這樣子的一個 經歷的過程 那 有人說 欸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說 想要做自己的東西 可是 並非自己專業 那如何達成自己的 心願 那這邊想問 就三位就說 如何成為一位Maker 因為其實在我心裡 就是你們三個 其實都是很棒的 而且是在領域專業的Maker 那你們當然就是有 過去的一些學習的歷程 那有沒有一些心法或歷程 就是可以跟大家 就是說明說 其實當Maker不能之類的 那我們先從李清這邊 談起好了 欸 那 其實我在讀書的時候 那世界還沒有存在為首咖啡館 那後來那變成我 真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 也需要某一些技巧的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是說 不是一定要專科 才可以做一個事情 其實比較重要的問題 可能是這個 就是 學校很多時候沒有問你 你想做的是什麼 你知道你自己想做的是什麼嗎 那如果你可以回答這問題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的Maker的社團裡面 他們也有很多其他人 願意幫你去解決技術上的問題 也有傳人的YouTube 還有常常看到很多地方 其實有很多的機器 是沒有人在用的 那都是你可以做的資源 所以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你想做什麼 還有你沒有膽子就是說 我要現在來做我想做那個事情 可能那個是比較基本的問題 然後其他的學習的資源 現在其實有很多 大家是可以去用的 我想到是這個 好 那楊大哥 花時間 花時間 花時間累積 喔 花時間 我覺得 對 不管什麼事情 就是你要花時間去累積你的經驗值 你的 能力值 那 坦白說如果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短時間內去達到一個 什麼樣的作品 那你只能委外 但是如果你希望可以自己去達到那樣的成績 你只能花時間 那個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目前一個 教育體制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以前會比較著重在動手的訓練 但是我發現現在 我講的是跟我相關的 比如說美術設計科系這一類的 現在的 老師會直接跟學生講說 按理就外包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致命的點 就是說 你沒有一個對物件 就是說 你要設計這個東西 但是你不了解這個東西的物性 那是不行的 那當然你可以藉由外包去瞭解 但是 外包的廠商要不要願意 願不願意再去教你 他沒有義務要教你 也就是說 這所有的根源回到後來 還是應該是在學校教育裡面 學校老師要負責 那當然你可以 因為自己對這個有興趣 那你去專員去研究 那是OK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都是 所有的事情都是累積 沒有那種一步就到位 對 從我來看 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做大家的東西 你不是這個專業 其實 我本身是南科的工程師 那工程師的價值是什麼 那工程師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我們喜歡遇到問題 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解決問題 如果今天都沒有問題 我們就失業了 所以我們超愛遇到問題 尤其是量產後的問題 量產後的問題 公司學時會停線 所以展現你的價值所在 所以如果你想做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你又非專業 怕什麼 就是你了解問題 然後去學習如何解決它 那如果怎麼學習呢 台南Fat Lab 工商服務 工商服務 是業配 台南Fat Lab 西圍 是不是 西足圍 西足圍即將落成 歡迎大家 有空去那邊繞繞 是在南一中 對南一中附近 對 小弟是那邊的理事 小弟是 所以 在落成之後 我們也會在那邊開一些工作坊 就是 因為本身是一些 機械跟電機結合領域的 比較 比較會玩這部分 所以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過來 如果你想做做一些 像我們剛剛說的 很酷的電子一隻手 我們不要說電子一隻 你想做一隻很酷的機械手 可以過來 那我們不要吃土那麼久 我們會收費嗎 會 還是要活下去 對 OK 所以就是這樣 好 那 今天時間差不多這邊 那我就稍微再做一個 簡單的總結 那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還有想問的 或是說想要探討的 其實我們下午 就是 等一下的時間是午休時間 那午休結束之後 馬上進行一個 願景工作坊 我們會洗開午桌 然後沒有菜 就是只有海報紙 我們會就是 開一個討論的工作坊 那希望說在座各位可以留下 就是 繼續參與討論 那我們想討論其實是說 Maker 剛才早上講Maker的狀況 和什麼是Maker 或大家覺得說 其實在座每個人都可以是Maker 就其實不用怕說 你就只缺時間和 頭窄下去 偷襲下去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Maker 就不管是軟體還是硬體 其實都是這樣子 不變的一個道理 其實最主要大家 就還是這個新訪的一個問題 那 對 加入Maker的行列 我們反攻 不是 反攻哪邊 對 那下午其實討論的會是 比較願景性的問題 因為 其實我在想說Maker 這樣 我覺得在 從2013、2014左右 就開始有這個Maker的浪潮 現在已經 就是一波浪頭上去 現在 就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 我們現在已經在後浪 的狀況 那 不是說Maker 他就是 風潮過後 那我們就不用再做Maker 我覺得他會是一種 精神、一種文化 是繼續推廣下去的一個動力 那只是我們在接下來的時間 要推廣什麼 就是 還可以再做哪些事情 因為我相信 在做 或是說 我們去 等一下去街坊 隨便找他一個說 你知道什麼是Maker嗎 他就說 那是什麼 一定還是會有人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 推廣的 一個 任務其實還沒有完成 那 下午的時間 我們是 設定一個小 就是 願景 就是說我們 在2030年 在 可能在台南市 我們先進台南市 因為這邊組場 就是說 有沒有一個 想像說 2030年台南會變成 什麼樣的一個製造城市 就是 可能 我們這裡的城市的公民 每個人都是Maker 他們可以貢獻自己的所能 或是說 可以做一些 哪些事情 例如說 可能在產業上面的一些推進 或是說 公民上面 公民任務的一些推廣 或是說 藝術上面的創作 我覺得這些事都有機會發生 可是我們缺少一個想像 到底Maker還可以做什麼 我們除了 玩3D列印 或是 玩這些雷切 我這些其實都是工具 我們缺的是 想法和手段 我們 還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很希望說 下午可以有機會 讓大家去做 一個這樣子的 願景的討論 好 那我們就 時間也差不多 那首先再次掌聲 謝謝我們三位今天的講者